包拯、包青天是中国古代的一位清官,但却鲜少有人知道这位包青天的结局。 包拯在64岁那年离奇猝死,坊间传闻是包拯太过铁面无私,得罪了权贵,最后被皇帝毒杀,传闻是真的吗? 包拯是出了名的铁面无私,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皇亲国戚,只要是犯了罪就要依法判决,绝不姑息。 但也是如此让包拯得罪了许多权贵,这也为包拯之死蒙上了一层迷雾。 宋仁宗嘉幼七年5月13日,一向身体健康的包拯在处理公务时突感不适,只能回家休息,不想包拯这一病就再也没有起来,13天后包拯去世,从发病到离世仅用了13天,说是暴毙也不为过。 那么包拯为何会突然去世呢?坊间又为何传闻是皇帝毒杀包拯的呢? 在包拯去世前曾发生过这样两件事,第一件事是1058年,包拯上书宋仁宗要求皇帝为江山社稷着想,早日立太子。 宋仁宗反问他,你觉得我应该立谁为太子呢? 这话充满了试探,显然宋仁宗是认为包拯接受了某位皇子的好处,这才干涉立储之事。 包拯也听出了这话里的意思,他不卑不亢地回答道,臣未曾考虑,陛下反问臣是怀疑臣有自己的考量,可老臣今年已经60岁了,膝下无子哪会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呢? 第二件事则是在1059年,包拯弹劾了三思史的张芳萍宋琦二人,使得俩人被免官,这个三思史相当于现在的国家财政部长权力很大,原本这没有什么,毕竟包拯这么多年弹劾了不少人,皇帝还打算让包拯接任两人,成为新的三思史。 但欧阳修却暗示宋仁宗,说张芳萍宋琦罪过并没有那么大,包拯弹劾两人就是想成为新的三思史,为自己牟利。 宋仁宗听后,面上未表,但心里是怎么想的,就没人知道了。 从这两件事不难看出,皇帝虽然重用包拯,但心里却未必真的一点怀疑都没有,更何况包拯生平得罪了不少人,这些人整日在皇帝面前煽风点火,皇帝想不多想都难。 如果说前面的不过是大众猜测而已,那么包拯墓的出土,则从侧面加重了皇帝毒杀包拯的嫌疑。 1973年,包拯墓被发现,考古学家在修复墓制明时发现了这样一段文字, 家幼七年,五月几位,方世事,急作为归,上前使赐良药,心味,遂已不起闻。 这段墓制明是在说包拯的死因,包拯在办公时突然生病,皇上得知后派人送去了药, 然而仅仅几天后,包拯便死了,这不禁让人怀疑是送药还是送毒呢? 更令人震惊的是,专家还从包拱的骸骨中检测出了大量的蛊,这可是剧毒,莫非包拯真的是被毒杀的? 包拯死亡之谜一直到1992年才被彻底解开。 1992年,专家将包拯的部分头盖骨送到了北京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进行检验。 结果显示包拯的头骨中并未检测出超标的有毒元素,这证明包拯并不是被毒杀的。 至于拱超标,专家分析称,这很可能是保存尸体时遗留下来的。 包拯的尸体要从河南开封运到老家安徽合肥下葬,由于包拯死时正值夏季,如果不做防腐,尸体很快就会腐烂。 所以为了防止尸体腐烂,他们在棺木内放入了大量的株沙,这些株沙中就含有大量的拱,这也是为什么尸体会出现拱超标的原因。 您认为这个说法可信吗? 感谢收看我和百度百家号共创的精品栏目《千古风流人物》,欢迎百度搜索包拯,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感谢观看